我期待了很久很久 这个很棒 预风希拉里号来了 为什么今天晚上的东西都是丝状的 就是叶子洞,他把我们的秘方偷走了 把你的小羊放进去好不好 我可能还是需要再继续多修炼修炼 买的漂亮的绵绵冰箱里面这样 Good morning 大家看我现在的背景 不知道没有在家里 我们来圣地亚哥了 可以打个招呼 你说好吗? Good job 昨天大家看下去了 San Diego Safari Zoo 就是那个野生动物园 昨天晚上就住在这边 今天早上我们等一下去吃一个 我期待了很久很久 我这一周我每每想到这件事情 就在不停的跟敌人说 我好期待 它是一家那个卖croissant的 就是牛角包的 Bakery 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呢 就是我也想要订 它是在网上提前预订 然后到时候来pick up那种吧 然后现场呢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它比较火的东西 应该也有 但是就怕会卖光 然后就吃不到 上次来的时候呢 它就全部都订满了 我们就没吃成 就让你更想要吃 你知道吗 这种东西就是你没有吃到 你就更想吃 我们订了要来San Diego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去它的网站 订了今天早上的早餐 很期待 现在也准备check out 然后就去吃早餐了 酒店叫做这个 其实我觉得它地理位置还蛮方便的 这下面应该就是主街 然后往那边走 就是上次我们来San Diego 去看那个军舰 就离这些景点地方都还蛮近的 房间呢 这个是个床 然后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厅 那边就是厕所 它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 La Labo 33 就是我之前很喜欢 那个Sanito的味道 昨天一进来 我发现这个酒店怎么这么香 然后我还想说 是不是就是大唐友人涂的这个香水 结果进来发现他们用的洗漱啊 所有东西都是33号 我们到了就是这里 从这里进去吧 好像是在这个地方楼上 这个人在 这里很忙欸 我觉得它那个很有可能是现做的 太酷了吧 还有Live 哇哦 唱得很好欸 对啊 我的脸 让我看一下我的脸 好 好漂亮的croissant哦 哇,这个很棒耶 这个是原味巧克力 黄色的巧克力 croissant 哇,摩特 croissant 哇 起飞了 好吃吗,很好吃 最好吃的 croissant吃过的 哇 原味再加上巴人上场很绝 换这个帅哥上场了吗 他刚才还教我怎么停车的 拿停车卷 好可爱哦 好可爱 哇,棒哦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可是上面有Dragon Curl 对 是真的Dragon Curl 对 很开心哦 鸡肉超嫩 这个沙拉给我一种感觉就是 没有觉得是健康餐的感觉 这看起来很好吃的 而且它那个crispy的那个 很喜欢吧 觉得有点像rotisserie chicken 好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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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下雨了 下大雨了 预风希拉里号来了 所以我们就在家蹲吧 其实我们早上还出去吃了个早饭 我们这边下雨还行 好像到我们这边的时候已经好很多了 因为有一个朋友过生日很早就约了 所以早上还是去吃了个早饭 然后回来中午的时候下雨就有点大了 可能接下来今天待会晚一点会下大雨 是不是 我觉得还在平时的雨下的大 现在外面的风巨大 我们可能插到它的边了 给大家看看暴风雨过后的 晴天 好美丽呀 今天出去了一趟外面 发现外面很多树都被吹断了这样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那个黄果栏 长得超级好 所有的织布最近都长得蛮好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Vicky之前从一个Trader Joe的那个牛油锅里面的果实 我们放进水里面培养的 已经长到这么大了 也 长得很好 然后我的火龙果也要开花了 差不多花了 你看 绝了 开心 诶 你要给我放牛肉还是放鸡肉 都可以 我想吃牛肉 好的 现在也是的 对吧 就是会有那个生理反应 下一个 但是他比他睡觉不是很好的那一段时间 我就是他一哭我就 心脏皱挺难妙的 我觉得可以 然后我喝香菜 你自己放吧 拜拜 我是香菜怪物 两半香菜 两半周耳根 为什么今天晚上的东西都是丝状的 我很想要吃鱼香肉丝 现在备了一下菜 青笋 黄瓜片 然后这是我正在腌的肉 待会还要把这个木耳切一切 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成功啊 成功再告诉大家 Trader Joe的这种就是牛肉片做sandwich的 我给他切片了 然后准备凉拌黄瓜丝 再加点香菜 想想都很美 先拌一下这个牛肉 你猜这什么牛肉 你今天装个sandwich的牛肉 把吃完 大概几片 剩下全做了 一个这个 鱼香肉丝 我那天不是跟你说吗 那个鱼香肉 我那天抱着他的手 我在里面狂吞口水 想着都好想吃 你就做了 对 整个手都伸进去了 好好吃伸进去了 还是手比较酸 对 好吃吗 好吃吗 这胡萝卜很硬是不是 完美 真的吗 有点咸 哦真的 没糖 我的火龙果开花了 他应该就开这一个晚上吧 晚上我怕没有那种昆虫 所以 来 在里面的粉粉 哇 让它粘上 早上迪伦烤的croissant 就是去了旧的那个 然后刚才开眼过来 送给我的小花 是不是 你要闻一闻吗 只能闻哦 闻闻 哎 香不香 看看火龙果 天呐 昨天迪伦跟我说这开花了 今天早上我们从我们房间窗外 看出来 这也长得也太好了吧 跟我的手比 它就是这么大一朵 太棒了 妈妈打个咖啡 no no kaya 烫烫 今天还可以呢 kaya 妈妈今天拉花还行 先来个开花 家那个人125 刚才Vicky说我们家比较常用的一把刀 不是很锋利的 所以我准备给它磨一下刀 介绍一下我之前在亚马逊自己 找到的一款磨刀的工具 其实它这个机器还蛮好的 可以磨剪刀啊 然后刀啊 还有那种 就是camping 最近不是camping 我们刚去玩嘛 比较上头 那种camping那种巨石类的 那种三角型的 它整个用下来还蛮无脑的 咖啡 就像一样 这样子一样 鱼 妈 妈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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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过来这边Buffalo Exchange卖一个旧米伊斯 因为上次其实我们都弄好了 结果最后它是要带ID的 然后反正上次没带ID没卖成 这小朋友在抽了一个Ogypro一把草 小坏蛋 飞机啊 飞机 这难道不是椰子洞吗 有点像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它写的是Coconut Pudding Kya想不想吃 你看它想不想吗 刚才我尝了一口 就是椰子洞 它把我们的秘方偷走了 但是我感觉精神它没抓到 还是我们的比较好吃 这里的光线好好呀 真的 这里好好 很美 中午买的麻辣烫 哇 还是有点爽 我也想跟你讲到说一样的话 还是有点爽的感觉 还有葱 还有麻辣 我还弄了方便面在里面呢 哦对我就是看大家都是自己人就是要吃各种粉面 我先吃一个原味吧 尝尝 那还是买点他们的麻辣吧 那还是买点他们的麻辣吧 要蒜泥吗 嗯 好吃吗 还是跟四川的有点不一样 那肯定 嗯 不错不错 好吃就好 那我另外再做一个阿波卡托的哈 一半一半讲 迪伦居然说他想吃 贝果和cream cheese 被我同换了 你有在那个里面放水吗 看我今天煎的蛋 我好喜欢 没有啊 煎 今天准备把他喜欢的这些娃娃都给他洗一洗 感觉他已经用的很脏了 今天给他选一个发夹吧 他今天穿的衣服可能可以别个这个 他的小发夹collection 妈妈看一下 宝贝你小心一点哦 开呀你等一下嘛 开呀别动 开我了 好现在可以好 这个夹子跟他今天穿的这个衣服上面的小花 是一个颜色 开呀房间的这边长这样 他刚才拿他的书给爸爸看去了 然后好像还没跟大家讲过这个 之前不是有跟honeywell他们合作吗 但这个不是合作也不是广告 就我们回来这边以后呢 他们又给我们送了一个这个机器 是他们的一款叫做h slim 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这一款呢就是很薄 然后正好就是放在这个旁边 然后也不会影响走路啊什么的过道之类的 这个是他现在房间的空气质量 一般他起来之后呢 我会把他房间的这个稍微开大一点 就让他房间的那个空气可以循环下 大家知道晚上睡了一晚上嘛 就他是左右两边就是进出风的 正好我到时候呢把这个门打开 你看那个风大家可以感受到吧 那他其实又很小声 他这里呢还可以把它锁住 这样呢我也不担心小朋友会去随便 你看这样按他就没用了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如果你也想要打开呢 你可以把这个灯关掉了 因为他房间都是那种blackout window 就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的房间整个会很黑 这样的话呢也不会影响 就不会有亮光 开呀本来就是你想小朋友 个子又比较小嘛 他们其实离地比较近一点 就担心地上的一些灰尘啊什么的 就是会让他们比较敏感 我就觉得这个还挺棒的 就随手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觉得这款呢就比我之前分享的那一款 更适合这种卧室的房间 就通风啊或者是过道啊之类的 都挺好用的 把你的小羊放进去好不好 放进去 放进去 放 铲菜不能放 把你小羊放进去 阿波也进去洗澡啦 给你这个水水锅好不好 好 Good job Baby Baby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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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加油 Kate早餐时间是不是 酱油 妈妈 铁出来亮着 他们现在猫有点炸 但是我想等他们就是再亮一下 待会用吹风机吹就好了 然后他刚回来 给我买了植包 然后我还让他去帮我买了这个眼唇蟹 因为这个眼唇蟹有用光了 送了两个小羊 ok 跟别吃饭啦 昨天开一下送给我的石头 外面不要到那儿捡了个石头 要跑进来送给我的 今天提供买了这么多花 我准备给他们查一下 我昨天整个心情超不好 这两天吧 就可能最近事情太多了 我怎么感觉上个视频也是 在这里弄花 然后跟大家聊天 我想看大家还蛮喜欢这种 聊天的环节 也有可能快到生理期了 反正这样就心情就不是很好 大家就是心情不好的时候 都怎么调节 我都跟敌人说好 我说今天中午 就是抬下睡觉的时候呢 然后我就自己出去 有空可以自己去逛一下超市 或者出去逛一圈 就是想有一点点 属于自己的时间 就是自己去买个花呀 或者怎么样的 就是做一点 可能自己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吧 我可能还是需要再继续 多修炼修炼 这种感觉我自己的那种 就我觉得我的抗压能力 可能还是不行 因为很多时候 我是那种 有一个什么事情在 我都想要把它做好 做完 就外面这个水 接近来都是温热的 就是有什么事情在的时候呢 就想给它做完 做好 完成了之后 我可能才可以去做下一件 然后就如果很多事情 对在一起的话呢 我就会比较容易烦躁 小的时候呢 把妈妈就是交友 让我们一心一意 不要三心二意 但是我就长大了之后发现 就是如果你能同时 做几件事情 有这个能力 真的是 就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都需要这样 就是你可能同时 脑子里面要想好几件事情 然后呢 我今天早上起来 我也不想去了 正好呢 上午迪伦出去 然后他中午呢 就带了饭回来 所以我也就不想出门 今天天气又很热 但是可能近期 会找个时间 看什么时候 自己能够出去 逛逛街 就是放空一下 会去买个菜啊 什么的 就是 虽然自己独处的时间 但是还是想要 尽量的 有效率一点 然后我经常自己 可能觉得心情 不是很好的时候呢 我就会想 接下来 可能就是说 下个月 或者再下个月 会发生的一些事情 就是有一些事情 可以让你 比较有期待一点吧 这样会让你 比较有探头一点 会觉得说 加油 我把这个事情 做完了之后 接下来就会有一个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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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情 我还记得原来是说 我还在当Sales上班的时候 就是说你知道 我们是每一年有假期嘛 然后店长就非常的鼓励你 让你去把这个假期 就我 他会要跟你说 比如说这年已经过半了哟 你的假期还没有用 要不要去度个假 他就跟我讲说 觉得这种东西 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你回来了之后呢 整个心情会很好 状态也会很好 后来我也发现 真的我觉得 就如果你有一个假期 你在去之前 你会非常的期待 回来了之后呢 你也会觉得充满店 更有能量去做你的工作吧 所以我那个时候明白 觉得说适当的 就是自己安排 假期放松啊 这些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还有呢 就是像我现在 有一点时间 可以自己弄弄花 这些我觉得 很美丽的事物 你跟一些美丽的东西 打交道 像比如说 弯弯彩妆啊 自己弄弄穿搭呀 或者搞搞家里面 这些装饰啊 都是一种 让我比较能够休闲放松 然后心情好起来的 一个办法吧 不过今天起床了之后 就是感觉心情已经好很多 还有睡眠 我觉得睡觉很重要 那你缺觉的时候 这个心情真的是很难 好起来 所以有质量的睡眠 很重要 刚刚带她游泳去了 刚回来 刚才那种花还没有拍 所以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玫瑰好美 我觉得这样放小小的好好看 好好看 这边有我们的浴巾箱 进门这里还有一束花 这边还有一束花 这里还有一束花 刚游泳回来 头发还有一点点湿湿的 哦哦 爸爸的扫地机器人卡在你的玩具上了 哇难怪 你看 她走了 太害怕 太好看了 那个玫瑰好美 我现在准备来做饭 今晚上准备做一个空气炸锅 这个鸡脆骨 然后再搞个青菜 今天现在的鸡脆骨 还有点青菜 太香了 满如 嗯 我也把她的娃娃们拿进来吹一下 洗完了晾干呢 她的毛毛就这样 给大家看吹了之后变什么样子 就是我上次就是洗完了 我觉得她没有原来手感那么好了 但是我发现吹风机一吹完 她马上就恢复了那种新买的时候 那种毛茸茸的感觉 哇 嘻嘻 好了 晚安啦 拜拜 拜拜 今天中午在吃这个小鸡腿月饼 然后还有 I'm having ice cream for lunch 因为昨天 顶着打开这个发现它里面其实是有点那种咖啡的那种渣 本来我们准备晚上吃的 我一看说这是不是有真的咖啡 它真的有咖啡 所以晚上没法吃了 我准备现在中午吃一下 今天我们准备去看一个朋友 她刚生了小孩 她刚生了小孩 有没有一个月了 有 然后等一下开下起床 我们就准备出发 开过去可能要一个小时 然后我们应该就是过去待一下 然后就走 然后刚才我去整理了一些 就看一下小时候用的一些东西 因为想说看看如果condition还比较好的话 可以给她的小朋友用一下 然后我看到好多开下小时候的东西 这个玩过来 所以它这里面出了咖啡 有crushed espresso 饼 我是直接在吃那个咖啡豆 你知道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那个咖啡店有卖一个那种巧克力豆 跟这个crushed espresso 饼 然后我在图书馆熬夜的时候就吃那个 我们来吃饭饭啦 今天在这附近吃一个永东嫩豆腐 耶 我的辣牛肉汤来了 你觉得真的好吃 哇 你觉得感觉很棒 它可能比bcd跟家庭 应该不是分店吧 我觉得 看你的豆腐拌饭 真香 刚在这门口 买的漂亮的绵绵冰线面这样 你看他放那个凳子上 然后我把他也放在那 他要跳下来那个凳子 我去接他 结果那个凳子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挡下来 然后这个冰就掉地上了 但开下美食 我也ok so 我还是能够吃到我想吃的冰冰 okok let's go 我点到sortage 就什么都有 我看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